嗨!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how are you? 今天就转一转台了 今天来到苏伊斯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的很特别的特别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关注 苏伊斯,欢迎你来LV Cre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今天和LV做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带出更多的保健 尤其是现在的时间 有很多Covid Covid的数字一直攀升 有千多,二千多,甚至三千多 有一天你记得是前日是三年二七 三千多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关注身体 以及关注外面的环境 外面有很多地方 中国报道的方 就是喝Covid的清肥排毒汤 清肥排毒汤? 是,清肥排毒汤 所以这个汤是一个很大的方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方 平常时都用来喝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是一个药 是一个比较大的药 很多人都用来喝 有病也用来喝 有事也用来喝 所以我觉得这个药药 并不适合保健的那一方面来用 如果你真的怀疑自己 患上了Covid 又没有经过一个 做一个DASK的时候 是不是博士碟 大家都在这儿紧张 很多人就会 游戏中了,朋友中了,亲戚中了 快快去买来喝 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是否适合 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个药药是一个很大的药药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药药是一个很大的药药 在网上大家都会看到 叫做清肥排毒汤 清肥排毒汤 这个汤其实我们的财谱 也有汁比较坦 就像这样 芥座这是一个药药 这个药药药可以级入食量 是一个比较大的 是一个很大 煮的 stable 這個方法是屬於在治療範圍寫是治療新冠肺炎 看上來好像自己中了的感覺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我可不可以喝呢? 這個方法會否影響到其他產品呢? 有時候看身體,如果身體有熱的象徵可以喝的 如果身體完全沒有熱的象徵,我覺得藥方會比較涼 因為我們喜歡清肺排毒,當然是清熱,排毒 所以藥方肯定會比較濃郁 所以蘇伊斯今天做得很漂亮 每一個Ingredient都會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我們其實用傳統方式要煮是需要多久? 傳統方式要煮這剂藥的話,我們需要用上一小時 一小時 一樣用大火,然後用中小火來煮一小時 所以我們其實縮短 我們開始講解一下 回來了,我們的火傷好一點了 我們開始講解一下小藥方 所以我們在講解之前 我們同一個時間,我們放藥材下去煮 我們用25分鐘來煮 這個時間,我們慢慢一個一個Ingredient 又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小時 我們多放一些,25至30分鐘 就可以煮到這個肉芳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叫做茶 茶好 叫茶給人好聽 好啊 我們這個茶就不開始 我們還有兩個set 一個set我們現在要放進去 讓它煮 同一個時間,我們一個Ingredient 解釋給大家 所以我們先放這些材料進去 好,先放進去 這裡有多少個材料? 我們總共有多少個材料? 計算幾個碗就知道了 十一個 十一個 那我們要用多少個水的份量呢? 要用一個liter 一個liter,OK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去 去一下我們的skill 秤去用一個liter,OK? 或者在这里我们的Domomix有一个一字头就表示是一个Lit. OK 然后倒进去 很方便用Domomix就直接可以煮了 因为我们有两边可以看,一边就看这个screen,一边就看里面 一个Lit就差不多100g 差不多 差不多500g OK,very good 好准备 我们就盖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出去用Mainol煮 用25分钟 可以 100度即是平时的煮 100度 是的,煮水煮茶的度数 以及你的速度可以去 这个速度就是一边煮一边搅 是的 速度一边搅一边搅 就是一度 这个是很方便的 就不需要我们自己煮自己搅 一直搅去 啊,我们的Fondation better了 我们看到有人进来了 Hello,Hi,Church 你好,欢迎来到Fondation 蘇医师今天很特别的讲解给你们听 如何去喝这个茶来补肺 因为现在Covid-19的Number月月月月上升 我们也担心他们要补一补肺 所以蘇医师今天很特别的讲解 是一个一个Iridium 帮我们分享出去吧 首先呢,就讲一下我们有的是这个商业 哦,商业啊 嗯,商业呢 其实我们有些地方都找到的 是的 就好像有些花圆木 没有人种的 哦 这个叫做商业 商业 是这样一片 很大片 这是干粉 那商业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清肺烈 可以散肺烈 对于肺烈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功效 好像我们热 先热的肺 热的肺 热的肺 我们会选择到商业 和菊花 菊花 菊花 所以这个商业和菊花 是一个很好的配合 很好的配合 所以商业和菊花 对我们刚刚有发烈的朋友 肺烈很严密 嗯 这两个合在一起煮水饮 其实也有其他的作用 那今天呢 我们脱开这两个最合格的 一个商业菊花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材料 那我们还有一个清育解毒的金银花 金银花 嗯 清育解毒的金银花 那这个金银花呢 对那些喉咙痛 喉咙炎都很好 那很多时候 尤其是SARS 和一些传染病例的时候 这个金银花呢 就会埋到很高的 是啊 很多人就会把它变成一个 很重要的药 所以在SARS的时候呢 我记得2006年 对吧 大概是那个时间 大概是那个时间 那么那个时间呢 这个金银花呢 就由几十元到几百元 哇哈哈哈哈 那么贵啊 看到很贵啊 对啊 看到很贵啊 所以那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大药 将药药收购 到这些加价就会很高 所以先 这个配合呢 是很合你 肺 但是如果只是单单 只吃这个呢 是不行的 是吗 单单喝这些呢 是可以的 其实都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这个茶 有几个药的一个配合 哦 其实可以达成一个 更有效更强的药药 哦 那下来呢 我们就是 选用的材料 就是 这个 什么 蜜冬 蜜冬 就是蜜冬 很有趣 是你的名字 因为蜜冬呢 我们也看到在街上呢 有时候那些政府人员做的 嗯 蜜冬其实在植物上呢 我们也稍微有留意到 都是 都知道这个 是肯定土地 在的叶呢 就生出来 青青的 那就是大概是这么长的 哦 接着在下面呢 就有很多一粒粒粒的叶 哦 这个就叫做蜜冬 那这个作用呢 就可以 滋阴 也有一个清心火 那这个有没有说 特别是在冬天啊 夏天啊 会种的 会出很多药果 其实是一个 好像盆栽一样的 哦 四十五秒高 哦 根下部呢 就是有一粒粒的 那些就是鲜品 这种呢 我们做菜用的就是干品 哦 就是在中国 嗯 接着来呢 我们再介绍的就是 这个 船心 船心啊 嗯 船心 船心呢 船心呢 这个是一个 可以帮我们清 那个内液 就是我们的身体呢 有很多火啊 那这种火呢 就是一种属于假火 假火 那这种假火 在身体里呢 是可以 每一个部落都会有的 嗯 那就是说热啊 有时候人很热的时候 你会 头啊 会冲冲啊 那些身啊 会很硬啊 那整身的那些火呢 是会周围走的 那这个船心呢 就可以去了 我们身上的那些 柔走性的火 那这种船心 除了可以去这个火之外 对清液解毒 也很有幫助 那这个呢 就每次 会跟这个 甘草配搭 甘草啊 甘草 甘草也是清液解毒的 嗯 所以这个呢 还可以解释 是对这些药性呢 有一个 合在一起的作用 嗯 用这些药性呢 的功效呢 更加的 嗯 实用 再来呢 我们就会配搭到 这个 行人 行人 嗯 这个是行人 在这里有两个药 哈哈哈哈哈哈 行人呢 行人呢 我们会采用的就是 不幸 那不幸呢 你本身呢 可以 呃 止咳 你可以对这个肺呢 有一个打开的作用 把这个肺气呢 就把它打开 那 打开之后呢 又有其他的药 就会进去 将这个 热 清液 所以每一个药呢 都有一些独特的功能 嗯 而且清液 还有可以化痰 化痰 行人都可以化痰 来自咳 只是单单杯这个可以化痰吗 嗯 一般上男人 男行和不幸 我们配搭在一起 哦 男行和不幸 还有一个叫不幸 那男行和不幸 配搭在一起呢 我们会中水饮 接着就煮水饮 那 传统的饮法 这样 两种东西 都可以化痰 嗯 如果再好一点的话 我们还加一个川沛 川沛 那三种东西 化痰功效就会更加好 通常有很出名的 南行 北行 川沛 这三种东西 配搭在一起呢 就是佛七 清肺 化痰 对 没错 那我们还会采用的就是一个 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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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地是什么来的 好像那些 什么 那些 那些 Mushroom 那些 什么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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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不知道 我们叫生地 因为有一个生地 也有一个叫熟地 哦 其实是同一个药材 只不过做法不一样 这个呢 它是生地 顏干 它 酷干 另一个呢 熟地 那些就是在製作 只是製作 就是製作 是製作 它是可以做的是 製作的 製作的方式 就是加工的意思 那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有选用的陈皮 塵皮的作用是化痰、磐皮 有時候我們吃了一些藥 有些清液太重要的話 我們的胃肌會有些影響 我們放些塵皮下去 它就會化解了一些太強的藥性 你一邊化清液,另一邊可以化濕 化濕和磐皮化痰 很多老人家在家很流行的皮曬乾 而且這個塵皮的配搭是一個配搭 每一個藥性通常都有一個配搭 你的配搭就是這個半霞 就是這個半霞 就是這個一片 很細小 對,很細小 它的配搭就是這個塵皮 塵皮和半霞就是一個很高的化痰 就是一個化痰 這裡有的藥是基本上都介紹過 最後一個就是這麼小的 大家能否認出是甚麼 會不會看得到 對,黑黑這樣 這個就是斜塵子 斜塵子 斜塵子是甚麼功能呢 斜塵子是幫我們排濕和淋水 現在可以消肿 那我就看過一下 剛才那個大藥荒 就是清肺炭肉的中國藥荒 裡面都是有清熱、化濕和淋水 還有一些化痰藥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個比較小的尺寸 小的尺寸 小的尺寸 這個尺寸是適合給一些自己 又想預防 自己又覺得沒甚麼病控 只想預防的話 我就給你們介紹這個茶 那這個茶是否不可以每天都喝 是怎樣喝法的 你可以陸續喝三天 然後就調 也可以說你可以隔天喝 隔天喝 但是不可以每個星期七天都喝到 為什麼呢 每個星期七天都喝到 我會怕你太陽 因為本身都是草藥 草藥氣本身都有多小弱性 如果長期喝、日日喝 我覺得都沒有這樣的需要 對,沒有這樣的需要 清熱也是要適可而遷 適可而遷 因為如果我們經常都這樣喝 沒有事便有事 我們其實是比較可以 好像十年 有不有這樣的一種象徵 大家都可以喝 嗯 因為其實我看到很多這些 都是多去清熱、解毒 解毒 清熱、解毒 很多都是幫助到肺的部分 其實有些人是沒有咳 但是經常有很多淡雙頸 其實這個茶可不可以幫助到 還是我們要用不同的呢 嗯,這個茶可以幫助到 就像我們說 解毒 行人 可以化痰 還有半下陳皮 所以這裡有三個藥 可以化痰 哦 可以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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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少 一兩聲咳 我相信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有行人 行人可以接行人 有些新朋友進來 就說想知道化痰是哪一個 我們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因為有些人剛剛才進來 好,我們再說一次 是 化痰我們會採用的就是 這個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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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圓和尖的身形有些少不一樣 這個比較寬闊 藍衡會長明一點 不過今天向著就... 看不到差不多了 我只是採用這個不衡 我只是不衡 看不到藍衡 它的款式差不多一樣 但是你很仔細看才知道 你的樣子就像瓜子一樣 就像瓜子一樣 是啊 每次藥材很幸運 這些藥方說起來有點不寒 通常都是南韓、北韓 還有川沛 川沛 但是今天我們就... 這個叫做more comprehensive 每一個藥方都有好的針對性 是給我們的肺 所以這一個很好的配搭 所以如果只是普通的肺 或者是咳 或者是很淡 就是剛才那三個的 所以今天蘇姨師的講解有十一種 是不是? 原因有十一種 十一種 所以今天我們的線上一直這麼漂亮 所以有些朋友又重新再游過來 一些新朋友 所以他們就問一下 今天什麼藥材 我們可以給你看看 我們的藥材 好,我們就... 做這件事吧 給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要呢 你有Prince Me 好像那天的Niko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嗎 看中間一點吧 是啊是啊是啊 這個藥方呢 就是... 康圓 康圓 清廢排毒茶 好 那這個茶 首先呢 有的就是商業 我們會採用八個gram 八個gram 是啊 那個份量我們忘記說 八個gram 菊花呢 我採用十二個gram 好 然後金銀花呢 就八個gram 嗯 麥冬呢 就十個gram 那半下呢 就六個gram 陳皮三個gram 北行人六個gram 嗯 還有船心六個gram 生地六個gram 甘草三個gram 車前子六個gram 嗯 再拿近一點給大家分享 哈哈哈哈 所以 如果大家要這個 橙的 製品呢 你刷牌 你刷牌 這個呢 你就可以去執肉 哪裏執呢 當然是蘇伊斯的燈索 Me care 你就可以 方便了 不用准執了 你到這裡買就行了 哈哈 接著我們的煮法呢 就讓大家知道 煮法呢 煮法呢 水呢 1公升 那大火波口 嗯 我們就開中小火 45分鐘 傳統方式 是傳統方式 要鼓夾大小火 嗯 會 還要看火 還要看火 真的要看火 對 火如果太大的話 會把水燒乾 嗯 我們今天呢 就有 優移的 Thermomax Thermomax 就只需 短短20分鐘 這樣呢 它就用100度 嗯 用100度 然後用一個1 是的 用力的速度是1 用力的速度是1 是的 用力的速度是1 在一邊攪拌 一邊煮 沒錯 沒錯 所以均勻一點 我們要去攪拌 我們要開蓋去攪拌 攪拌 攪拌了我們還要反弱肉床 是的 那這架機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 因為它已經是 每一個階段 已經是幫你一直攪拌的 因為在裡面有一個刀 一直幫你攪拌 如果你的傳統方式 用一個煲來煲 蘇醫師說 一定要攪拌 或者在下面的貼拌 怎樣也好 你要攪拌 又要反弱 又要一直這樣去留意水量 要確定它均勻 還要看大小火 所以你如果用Thermomax 你又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你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水量要跟足 可以一個Litre 這樣你就可以用一個 25分鐘 或者20分鐘 然後100度 100度 100度就是煲水的溫度 然後你那個速度 可以調到Spoon速度 或者是一個速度 都可以 所以是很方便 而且你不用擔心它煲焦了 又或者攪拌不運全 其實攪拌的作用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將它均勻 均勻 然後你的那些藥味 就會讓它滲透 將它煮出來 沒錯 所以就是說 用Thermomax煮 煮食也可以 煮藥也可以 煮藥也可以 所以是很方便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推廣 Thermomax 還有一個費用 18個月的Cooki-roo 即是你有64,000個 味道是免費的 如果這個月 你們要擔心 MCO 接下來 家裡沒辦法 要出去買東西 又要在家裡煮 快快快 就聯絡我 我會解釋給你們 所以我們繼續 想了解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打開留言 然後蘇伊斯可以一一解答給你們 你們先幫我分享這個影片 出去吧 因為我們有 今天有關聯繫 在挑戰我們 所以朋友一直進來 一直進去 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蘇伊斯說 這個藥方其實是很重要 現在的階段更加重要 大家要保持安全 保持安全 最重要是肺炎 有防止肺炎 保護肺炎 保護肺炎 這一劑的茶 其實是可以增加 更強 和保護肺炎 所以其實 如果你們擔心 你們會 經過 或者中了COVID-19 會防止 保護肺炎 這一劑就很快 所以 其實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 打下留言 可以問問蘇伊斯 或者你們想直接買 不用太暈 要去收藥 然後來蘇伊斯的診所 和NICARE 就可以買到 你看 蘇伊斯的藥方 蘇伊斯的藥方 這個就是大藥方 這個就是 清肺排毒湯 COVID-19 要用保護肺炎 寫完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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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你直接 撿這包藥 回去煲就可以了 不用一個份量 好像這一包 我們可以喝 大概是 兩到四個人 兩到四個人 好像外的劑 我們給大家介紹的劑 是喝一到兩個人 一到兩個人 比較小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擔心你們搞亂了 因為我們這裡 今天講的兩個藥方 另外這個大包藥方 就是這個 相信大家有看過 在網上 清肺排毒湯 清肺排毒湯 因為是來自中國 來自中國 而且這個報道 是在中國日報 中國日報 相信大家在網上也找到 在這裡也有講解到 在網上特別指明 這個藥方 可以治療COVID-19 但是這個藥方 這裡下面有寫 對於一些輕症 普通症 以及一些重型的患者 或者是這個 偽重型患者 即是很嚴重的 即是救治中 即是搶救中 可結合患者 實際情況合理的使用 這是他們國家的一種 寫下來的標籤 嗯 他的份量 這個可以去到四個人 對 可以去到四個人 四個人 通常這些藥 很多人說 翻波再翻波 其實是否這麼好 還是不是這麼好 講到翻波 其實每一個藥都可以翻波 每一個藥都是翻波 只不過我們翻波的時間 一定要短些 哦 就比例說我們這一劑 煲一個小時 我們翻波 一般我們建議是二十分鐘 哦 最好會超過二十分鐘 因為翻波的藥性 會帶點熱 哦 其實也有藥味出來的 它煲出來的大二劑 大二劑的藥 藥是比較淺色 會淡一點 嗯 但是呢 有些人就會把它合在一起 哦 和第一劑和第二劑合在一起 哦 合在一起拌勻 然後再喝 哦 這些是對於那種病患者 病患者的需求 他們已經是得到病的 他們一劑就要一個人喝 就不是說一劑就是四個人喝 哦 即是剛才你包變了原本 是四個人喝 但是如果真的病患者 中了這個病患者 就是自己喝光 是的 就自己喝光 這就變成一種是藥湯 每個人都喝光 如果是這樣 一種叫做 茶的方式 就做薄一點 做薄一點 做多一點水 大家一起分享 那種叫做茶 就好像我們喝涼茶 因為有時喝的涼茶 都有下菇草 骨子草 其實這些藥 我們都是用來做中藥的 那有時真的有些人 種開一些病 我們就會把它濃縮去煮 濃縮的煮法 就是三碗水 煮成一碗水 那種濃縮煮法 就是屬於藥 因為是很濃 很結 很苦 就是原本45分 或者是一個小時 煮 它需不需要再煮久一點 嗯 它是煮一個小時 只不過水量就沒有那麼多 哦 我們就用傳統的 就用這種碗來 三碗煮成一碗 對 三碗煮成一碗 那種濃縮法 所以現在呢 我們的想法 已經煮好 搞定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 是什麼情形 怎麼樣 蘇姨姨 我們需要 這個份量可以嗎 還是 讓它乾淨一點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哦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呢 現在呢 我們 可以用這個 這個 之前我又說了這個 煮飯 又可以 洗米 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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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就用這隻 用麵糰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煮 我們還要再用更多次 因為有些人 就怕它煮一些鍋 或者 煮到整個鍋都很難洗 哈哈 那就會建議放在一個肉袋 在肉袋 讓人家封了 就拿去煮 所以那個呢 其實它的味道 沒有這樣攪著來煮 這麼出味 真的比較方便 用袋子 但是如果是讓它出味 要讓它的效果那麼好 就要這樣煲 因為一直攪拌它 一直煲 這樣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們的連結 又回來了 哎呀 Hello Sandy 幫我們分享這個影片 因為我們經常斷線 今天很挑戰 我們煲好了 所以我們再放一放給你們 煲好了 還有在這裡 蘇蘇醫師說 其實你還可以翻鍋 所以如果是可以翻鍋 這個才是一個L 那如果翻鍋 這個剩下的 要多少水的份量呢 我們也可以放一L的水 放一L的水 哦 如果大家不想喝太多 那你也可以自己選擇 你可以放到700 或者500 500會比較少 因為你的藥 然後肉渣會把水吸收 哦 但是豆莫應該不會吸收水 是啊 豆莫的好處是 它不會吸收水 它會保留原油的水分 但是怎樣說呢 藥 是一些藥草 怎樣說 都會吸收很少% 可能5%的水 可能是5%的水 比起索充力 嗯 YUN YUN DAN 多謝你 你一直進來 我們今天的線比較差 不過呢 再進來 我們還有線 我們再給你看 放了材料 蘇醫師已經很努力 提前已經寫了一個 給你看 香港的製品在哪裡 蘇醫師 哦 又在哪裡 是的 很多朋友出入了 蘇醫師 給大家看看 這裡我們有11個藥材組成 有商業 菊花 金銀花 還有我們有蜜冬 半霞 陳喜 還有北行人 這三個都是化痰的 再來就是船心 生地 甘草 還有車前子 蘇醫師提早 很用心 打出來 擔心大家 cash up 不得了 你的材料是20B 哎呀 他在screenshot 他在說多謝你 哈哈 那煲法呢 我們再給大家知道 用1L的水 大火煲 煲完之後 我們就 將它轉成中細火 45分鐘 這個是用煤氣露煲法 煤氣露煲法 傳統煲法 是傳統煲法 如果是用 LV的温度混合 就需要20分鐘就可以了 接著是用100度 好 還有是用 1 Speed 1 Speed 1 用Speed 1 或者是用Spoon Speed 都可以 Spoon Speed 都可以 一邊攪 一邊煲 一邊攪 一邊煲 沒錯 那大家就坐在樹 聊聊天 接著 啥就煲了 對 茶就煲了 茶就煲好了 嗯 剛才我們自己用多5分鐘 給你25分鐘煲 所以現在這鍋 已經可以了 這鍋茶出來 其實現在有兩碗 有兩碗 我們真是喝茶的 茶的 taster 讓我們 試一下 試一下 希望我們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大家 這個茶 又不會說太苦 沒有苦味 甘甘甜甜 我們沒有放過 冰糖來什麼都沒有 甘甘甜甜出來 甘甘甜甜的味道 是來自甘甘甜的 是來自甘甘甘甜的 是來自甘草 剛才說的一個 還有一些菊花 菊花 本身都是金綿的 有的金銀花 有少許貼 有些大一點 有金綿 還有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就是蜜冬 蜜冬 蜜冬本身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但是它的感覺是很舒服的 用來咬著含著 很舒服的 就是這樣可以咬著含著嗎? 是啊,可以咬著含著的 哦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讀中醫 我經常在摘生草藥 摘生草藥 我看到蜜冬的植物 拔你上來 看到下面有很多粒粒的 然後它是透明的 而且它是很有肉的 這個就是乾粉 它會比較瘦一點 它很有肉的 圓圓的粒粒 很有趣的 是在中國 一船 在這船上 哦 在這船上找到嗎? 大多數是在那些街上 那些政府人員種的 大多數 也有一些住家的人 他們都叫種 它的植物名字我記不起了 因為時間太久了 我可以形容的 就是一枝一枝青色的 青色的葉 在葉細細長長的 蘇伊斯可以認得到 大家不要亂亂去 不要亂亂去 快去吃 不要亂亂去吃 是啊 沒錯沒錯 Juny真是很厲害 你跟著我來現在 所以這些 如果方便要賣的 你就來蘇伊斯的診所 Niket 如果不是剛才你很聰明 就去執藥 然後試煲 煲了 然後大家有一個 Hovet 就可以喝 當作一個茶 可以補健品 你怎麼說呢? 當作一個補健品 是一種殺傷力比較強的 嗯 亦都說 有些歷史上 就叫做瘟疫 這樣叫做瘟疫 瘟疫就是會死很多人的 嗯 這種就屬於一種 時代性的瘟疫 嗯 這種瘟疫 它會在社會上 其實會傷害到很多人 而且我相信 它會還有一段時間 會在流傳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嗯 就多煲這些茶來喝 但是不可以天天 我們建議這些東西 就是頭三天可以煲來喝 如果你覺得自己 喉嚨不舒服 肺 好像有些肝 口大肝 那你有一兩聲啪 那你就可以連續喝三天 如果你覺得自己什麼 什麼象徵都沒有的話 就不要這樣喝三天了 喝一天 停一天 或者停兩天 如果你覺得想喝就喝吧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一種特徵 就不要亂亂喝了 是的 沒有亂亂喝 因為怎麼說呢 雖然是方式的弱性也不大 但是你每天喝都不是一個 對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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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好 嗯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問蘇伊斯 你可以打給我留言 就算我們Live end了之後 你們打下去 蘇伊斯也可以幫你解答 如果不是你來找蘇伊斯 對身體的診所 或者是隔壁那裏 你們叫做 藥財店 藥財店 都可以配到這個茶 是我們也有些專人呢 他們會和你解答 你們走進來 那你們手上如果有其他的藥方 都可以拿過來問我們 噢 那有時外面都會流傳到幾個方 那有時有些人呢 就進來買東西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我要喝我要買這枝藥 那有時我們會問他 那你買這枝藥呢 是誰喝呢 你是有沒有這樣的藥責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很多時候 他們都說沒有 但是沒有的話 他們就去買一種很醜型的藥 買回去就三碗水煲成一碗 就是變成藥了 真的變成藥了 有時我覺得有些奇怪 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個藥配得對不對 那個藥呢 是不是在那個當時的時候吃的 有時在那個時候是沒需要 都是沒有那個 必要 必要的時候 他們都是買來吃的 那我覺得就好像有點過了 噢 不跟進那個 Roof Corsa 等於是簡單一點 那我就會建議他們喝一些涼茶 那喝涼茶 起碼是涼水嘛 那涼水本身的草藥呢 就沒有那麼多 嗯 那麼多 這樣就不會那麼傷身 嗯 有時太多藥呢 太重呢 如果你沒有病的話 都怕它會有另一個副作用 哈哈 另一個作用來說 原本保持變幼時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最好就是 選問一下一些藥材譜的人 專業人士 或者一些中醫師 又或者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會幫你解釋 跟你說一下 你是需不需要喝 或者是你應不應該喝 嗯 所以這個配搭 其實是可以當作茶喝 但是不可以天天喝 是啊 可以當作茶喝 但是不要天天喝 好 蘇伊斯 來 我們再喝一杯 乾杯 乾杯 希望大家真真是身體健康 希望這個病可以早日解決了 嗯 大家可以重複健康的心情 生活 還有一個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大家可以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我們這個影片是很棒的 幫我們分享 分享這個影片 更加多人認識這個病情 大家已經知道了 這個茶 怎樣去幫助到大家 補充大家的肺 好嗎 多謝大家 Happy Sund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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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